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家首席医疗官表示 上周匈牙利的疫苗接种人数几乎是欧洲平均水平的两倍半 国家首席医疗官表示 匈牙利与之前相比的650万剂辉瑞疫苗相比预定1850万剂辉瑞疫苗 现有的安全疫苗可以大大增加接种疫苗的人数 并要求所有人信任专业人员 任何选择等待自以为是好的疫苗的人 我请您仔细考虑一下 这样可能会失去数周甚至更长的保护期 有人可能需要数周的时间才能再次获得接种疫苗的预约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认为需要谨慎考虑 在匈牙利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成年人体重超标 这将可能造成许多疾病 例如高血压和糖尿病 这也一并增加了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经验表明更可能发生严重的并发症 赛格德大学离床中心负责人表示 特别建议对慢性病患者进行疫苗接种 任何接受过治疗的人都可以接种 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表示 到目前为止 数量最大的俄罗斯疫苗订单将运往匈牙利 两辆装满的卡车于周一凌晨从莫斯科附近出发 预计将在48小时内到达匈牙利 这意味着除了从中国疫苗以外 如此大量的疫苗从未一次到达匈牙利 现在有28万剂疫苗来自俄罗斯 当国家公共卫生中心的专家批准使用 我们就可以首先达到疫苗接种水平 然后我们可以重新启动国家的经济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佩戴口罩 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